赵峰银行文教基金会协助推动国家基础运动发展 10月6号举办全国赵峰杯射箭精英邀请赛 第一次来到玉里国庄举行赛事 借由比赛验收选手们平日训练成果 也有更多切磋记忆交流的机会 小学生们粘住眼神准备瞄准前方的中心 也趁着公开练习好好调整自己的动作 再过十几分钟就要上战场比赛了 这是赵峰银行文教基金会办理的 全国赵峰杯射箭精英邀请赛 我们赵峰银行文教基金会呢 希望这个射箭是一路从国小国中高中 都可以让大家有这个很好的一个射箭的培养 很好的射箭的成绩的表现 未来都能够为国家争光 因此呢来大力的赞助我们这个射箭的运动 赵峰更是在2017年赞助玉里国中射箭队 今年在玉里国中举行射箭比赛 藉由比赛验收选手平日训练成果 也有更多切磋竞技交流的机会 射箭的选手我们的孩子有12位 然后有8位男生4位女生 所以是2比1的情况下 但是我们的选手的表现都非常的优异 因为他们也都是从小学就培养出来的 就是在田阳桥校长的培养之下 那成绩都非常的好 射箭项目一直以来都是台湾培育的重点竞赛项目之一 在国际赛事也都是夺牌的热门运动 藉由这项运动能够让孩子们养成对于运动的喜爱 培养稳定性跟毅力 以及团队生活的锻炼 记者高雄雄一见采访报道